基本原理呢 我们说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跟你讲过了 比方说一张照片 我们像刚才你看到的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的设定的规格是这样 首先有一个叫画布 或者所谓的影像的东西 画布跟影像是指 这一个大小 这一个大小 这一个大小才能够呈现东西 这个大小才能呈现东西 然后呢我们GIMP 你看像这个东西呢 等一下我们再看GIMP 他会告诉你大小是多少 然后在上面呢 这个画布的上面有一个涂层 有一个涂层 涂层我就说各位 你要不要显得成压克力 它的上面有一层压克力板 有一个压克力板 压克力板可以很多层 但我们现在是一层 有一个叫压克力板 这个压克力板的大小呢 压克力板的大小刚好跟画布一样大 所以我们看照片就是 画布是可以看出来面积 但它的压克力板只有一层 好 压克力板出来之后呢 压克力板的上面叫做前景 压克力板的最下面叫做背景 背景层 换成有前景跟背景 一般的照片 一般的照片 你看到拍出来的照片很好啊 很棒啊 你那些照片有的没有 其实就是在前景层 在前景啊 背景呢 像PNG档 PNG档它一定有 不是啊 JPG档 JPG档它一定会把背景加上去 它一定会有背景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看到去背 为什么 怎么样才能去背 你不能够有背景图对不对 我们说这是压克力板 假设涂层是压克力板啊 假设涂层是压克力板 压克力板怎么样才能透明 前景有颜色 背景 压克力板的后面一定要透明 你才能够透下去嘛 但JPG档呢 它一定会自动 给你补上背景色 你先记着哦 可是刚才我们如果存成PNG档 它就不用了 它就看你的设定 你如果背景色是没有的 它就没有背景色 当你没有背景色 你去背 才能够透下去 懂吗 换句话说 过程 去背的条件是 第一个大小是指画布对 然后我会有一个涂层 每一个涂层 你都把它想象成是压克力板 每个压克力板 你都把它想象成 一定有前景色跟背景色 每个压克力板 一定都有前景色跟背景色 一般而言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为了要有透明的需求 通常会把背景色 去掉 这是必要的动作 当然有时候 你因为这样子 要把背景色加上去也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原理哦 画布 压克力板 压克力板的上面 一定有颜色 一般我们的照片哦 什么山啊 庙啊 湖啊 水啊 就是说你在前景色是你的照片 但它的下面一定有一层背景色 我们如果要去背 就一定要把这个背景色 想办法把它拿掉 才有办法哦 这是我们要往下讲之前的 基本的知识概念哦 希望这个地方你有听懂了哦 希望这个地方你有听懂了好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要来讲 如果这个原因你都懂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GIMP抓出来 好不好 从零开始啊 好 从零开始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GIMP打开了 然后呢 我下载了很多张图 对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图 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小是多少啊 这张图的大小呢 按右键有个详细资料 有没有看到哦 这个很大呢 这不是我们要的啊 找个小一点的 这张好了 这张按右键 看一下大小啊 内容 看一下大小 1920 1080 我们一般嘛 一般做video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个大小是1920 1080 它指的是 画布的大小 我能够呈现的大小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你拉进来 有没有 保持 你看看这边是不是 1920 1080 这一张照片 我放下去了 是第一个图层 我们讲过了 第一个图层呢 它会决定了 画布的大小 以及在画布的大小上面 再放上一个图层 一个压克力板 你要先把这样子的解决掉 所以各位你看着哦 各位你看着哦 现在它的背景色是白色哦 好 我们现在跟它复制一张 复制一张对 把它关掉 我们先把它复制一张 然后把它关掉 各位你按一下右键看一下 这里什么 加入透明色板 那表示既然可以加入吗 就表示现在没有 那现在没有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没有是指这一张照片哦 这张照片的图层 前景色 前景色是这个你看到的照片 但它的背景已经有了 背景色是这一个 郡婆的预设的背景色是白色 所以这里有一个背景色 换句话说这个图层我现在都没有做任何动作 原来照片的设定就是 图层 图层就是上面这里是前景色 也就是你看到的照片 但背景色是由我这里的背景色决定 有一个白色哦 你先理解它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哦 你看哦 这边叫做什么橡皮擦 这一个叫橡皮擦哦 我示范给你看我大小跟它弄大一点 橡皮擦哦 大小这么大大小再扎一点 我把它化掉 虽然我把它化掉了 但什么 我们讲过了它的背景色是白色有没有 所以我把前景擦掉的时候没有用 背景色挡在下面哦 你的那个图层的背景色挡在下面 所以你把前面的涂掉没有用哦 背景色跑出来你没有办法透明 你没有办法透明你要把它理解好 那怎么办呢 好我们一般最基本的做法是这样这个打开哦 假设这张我不要了哦 这张我不要了哦 这张我不要了拉过来就取消了哦 我都会这样做 这是一个照片 它是JPG档 我们讲过了JPG档没有办法 JPG档不会形成透明 所以JPG档一定会给你加上背景色 当我把它复制一张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看啊 按右键 可以加入透明色版就表示什么 它有背景色了 加入透明色版是指把背景色铲除 懂吗 那不管哦 现在它有前景 然后也有背景哦 刚才我们画过了有前景有背景 所以你用橡皮渣擦掉 背景色就跑出来 但我们现在按右键 加入透明色版是指把背景色刮掉哦 把背景色刮掉哦 把背景色刮掉哦 把背景色刮掉 然后这个先把它取消 好现在这一张图 你把它想象成压克力板 图层嘛 压克力板 它的上一层 它的它的那个上面有 是指这一张照片 它的下面下面的那个底部 本来有背景色 但我透过加入透明色版 你看啊 你也可以移除哦 先不管 我们透过加入透明色版 就是把那背景色铲掉 因为背景色被铲掉了 我们现在跟它什么 做一个什么 这个是橡皮擦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把上面的颜色化掉之后 那个压克力板的上面那一层 我把它涂掉之后 因为背景 背景的颜色背景层哦 涂层的背景层 我已经把它去掉了 用加入透明色版的概念 把它取消取消掉了 所以基本上 就变成一个可以透明的 这样你懂吗 它的一个运作的原理 就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你记得存档的时候 要把它输出 输成成 PNG PNG才会支持去背的格式 JPG不可能 所以你用JPG存档的时候 你虽然都已经去背了 你存档的时候 它们自动把背景色加上去 它们自动把背景色加上去 就是这个原理呢 你要把它掌握清楚 就是说为什么会去背 为什么不能够去背 就在这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看哦 各位 我们再看哦 假设现在 我把背景色换掉 背景色是 我们把背景色换成这个颜色 现在背景色是这样子的哦 然后我们同样的 我们再把这一张照片 我们同样的 再把这一张照片拉进来 再把这一张照片拉进来 拉到这里 拉到这里 它会告诉你保持 一个新的档案就开了 对不对 这个新的档案就开了 所以你现在知道 它的大小是19201080 有一个图层 但这个图层的前景色 是这个画面 背景色被这个决定哦 所以你看哦 我把它复制一张 复制一张 然后呢 这个把它先暂时关掉 你要 我现在 用橡皮擦 把前景色化掉 背景色是跑出来了 各位哦 那个压克力板 有前景色跟背景色 有没有看到这个背景色 一模一样哦 你把前景色化掉 背景色一定会出来 所以没有用 你无法去背 那我们讲过了怎么办 你如果要做去背 这个图层一定要什么 按右键 加入透明色板 加入透明色板 是指把背景色的颜色 铲除掉 所以我现在没有背景色了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去背了 懂吗 我现在就可以去背了 应该没有背景色了嘛 我已经没有背景色了 我就可以把它去背了 没有背景色 我就可以把它去背了 那你说老师那 那我如果再移除透明色板呢 透明色板就是把背景色铲除 那我移除透明色板就是把背景色再加回去 那背景色是什么颜色 是这个颜色 对不对 你看哦 好 我再把背景色加回去 有没有 背景色又补上来了 看到没有 有这个背景色了 所以我现在如果以这个涂层而言 我用橡皮擦 我把前景色刮掉 没有用 我把前景色刮掉没有用 因为背景色都在 所以一旦碰到这种状况 你在用GIMP的时候 你要去背去不了 很简单 你的图层前景色是这个地方 你的 压克力板的背景色 他有设定 那这个设定是什么 就是你原来的照片就有设定 还有我的背景色是这边 他会把它补进去 按右键 加入透明色板 加入透明色板的意思是指 我把 压克力板的背景图层 把它全部去掉了 所以叫做压克力 就是那个透明色板 就是把它去掉 好 现在我只有前景色 我这个压克力板的背景色没有了 所以呢 我用 橡皮擦 我又可以把它去背了 所以一张照片 要不要去背 取决于 你把它复制完之后 比方说这一张 我把它复制 各位你看哦 我现在把背景色换掉 我把背景色假装换成这个颜色好了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我把它关掉 我把它复制一张 有没有 我把它复制一张 这一张照片 前景色是他 背景色是这里 这样你就懂了 背景色一定是这里 因为他预设了有背景色 没有 他预设了背景色啊 所以才能够加入透明色板嘛 所以我们现在 橡皮擦 一刮没有用 前景色刮掉了 背景色在 背景色是这个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把背景色也刮掉 就是按右键 加入透明色板 把背景色铲掉了 把背景色铲掉了 所以这时候 你再用橡皮擦刮掉 就有了 你知道老师怎么刮不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 下面还有一张啊 当然看不出来 把下面这一张暂时把它什么看不到 对 是不是就刮出来了 就刮出来了 我们今天讲的很慢 其实是讲 一般的照片的图层概念 他不是GIMP在用 Photoshop也好 做任何图像处理软体的 图像的原理都一模一样 有一个画布 画布就是他呈现的地方 我可以把它收小给你看 这个视窗 浮动对话框 有一个这个 导览啊 来我把它收小给你看 我把它收小给你看 这个地方叫画布 只有这个地方能够跑出来 上面这个叫图层 那图层把它想象成压克力板 这个是第一个图层 第一个压克力板 第二个压克力板 压克力板一定有前景色 跟背景色一般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要先把背景色挖掉 按右键 加入透明色板 因为已经挖掉了嘛 你没有背景色了 所以我可以去背 有没有 我没有背景色了 他大概原理 就会是一个 那个前景色 背景色的原理 是这样子 我讲了一遍了 然后我试着 你要去试着理解 每一张照片都一样 所以呢 JPG档 我们存档如果存成JPG JPG没有办法 像这个叫JPG JPG没有办法 资源去背的概念 JPG没有办法资源去背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去背 存成JPG档 他会自动的补上背景色 那就看你电脑预设的背景色是什么 那你说老师我要 把照片去背了 我要存成去背的照片 要在PPT用 或在哪个地方用 你一定要把它存成PNG档 PNG可以支持 没有背景色的那种可能性 他才会才能去背 就像这一张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有了 这个地方有去背掉了 这个没办法 他会帮你补足 就是所谓的图层 前景色 背景色 以及如何去背 一张照片 如何去背的基础操作跟概念 按右键 加入透明色版 就可以去背了 因为你把背景色 铲掉了 那你如果在移除透明色版 就是指再把背景色补回去 那背景色补回去 背景色是这个 所以你又会用这个颜色补回去 用这个颜色补回去 看到没有 然后你再按右键 我又把背景色铲掉了 那你就得又从头开始 铲掉 所以 这个一定要会 这两个概念一定要会 你看我的教学档案的操作 我在做软体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我在做操作的时候 大概都是这样子 照片拉进来 OK 保持照片拉进来了 这张照片 我通常会什么 我通常会按右键 先复制一个 先复制一张 复制一张 那这张先把它关掉好了 比较麻烦 复制完之后呢 我会看 有没有可以加入透明色板 如果可以的话是指 它有背景色 我现在赶快把背景色什么 赶快把背景色刮掉 加入透明色板就是把这个 压克力板的背景色 挖掉 好 这时候我就可以用橡皮擦 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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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当我把它刮掉的时候 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去背的概念 对 这个如果你做图做久了 你就会知道去背很常用 那在GIMP如何去背 按右键 加入透明色板 不想去背了 再把透明色板移除 背景色就补进来了 好 那我今天 讲到这边 看各位要不要先试看看 我们今天讲的就很简单 图层 前景色背景色 跟去背的关系 这个是所有数位图像 都会参用的概念 不是这个软体 Photoshop也一样 你如果要做那个 后来要做Premier 或者说我叫Shotcut 是所谓的Video的 后置软体 都是同样的概念 一定有前景色 有背景色 还有那个画布 你就要注意 你的档案到底有没有前景色 跟背景色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边 好不好 先讲到这边 其他时间让你练习